邱恩好 部長好 辛苦了 那我想我們今天還是針對這個紓困的重點 那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這個國家金融隊的導入的這個機制 那在本期現在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工股銀行跟民營銀行現在目前辦理的這個紓困的績效 其實在我們一直監督之下 其實也都有相對有提升 那目前工股銀行在結識4月22號的數據來看 受理申請的加速有6599家 核准是4177家 數字已經達六成左右 有提高很多了 那但是民營銀行的部分 受理只有2311家 核准到目前是879家 核待率還是只有三成多 那可以看得出來民營銀行在這方面的 這個政府的這個影響力還是比較沒有那麼到位 那在核待的執行率不高 那請問部長你認為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工股銀行我們這邊是政策上是大力的來配合的 以跟委員更新一下我們到28號就昨天為止 申請的有1萬家 那核准已經達到6100 民營的部分 工營 民營的部分我們沒有統計 民營應該統計 因為我們全體國民大概有一半的存款是在我們民營銀行的手上 那基本上在這個百年來的一件的疫情 其實應該民營銀行也要善盡現在目前可以做社會責任 我知道你們只能道德勸說 我跟委員報告事實上金管會有透過銀行工會 那麼在上個禮拜召開了這個公民銀行一起的一個研導會 那現在針對這個銀行 那它裡面有民營銀行也願意來配合 我了解但是這個不必須 因為我們一直民眾黨倡導的這個分級分流 光大家做得有的 因為現在整個紓困有很大部分預算是 透過銀行的這個受信的機制來進行這個紓困 那這個也是現在民間一直在反映的 就是說看得到吃不到 程序太繁複 資訊琳琅滿目 這些都是相關的問題 那其實真正的原因 我認為透過銀行的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各家銀行處理的業務 擅長的優勢本來就不太一樣 有的是像公股行庫你們可能比較能夠要求 那有的銀行擅長 處理這個企業金融的客戶 有的是個人信貸 有的銀行是處理這種銷金的部分 它是比較擅長主要業務 因為很多民營銀行其實 本身我知道他們企業貸款 它也不太承作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你們因為現在目前你全部都包在一起 有大有小 優劣各自不同 那現在的方案就是大雜會 全部參在一起申請 其實對民眾跟銀行都是一個負擔 那以民眾的想法來講 它第一個時間 它一定會去找自己比較信任 本來有在合作的銀行 但是如果這個銀行本身的量能 或者是業務範圍 就是比較少在處理這方面的案件的話 其實接到的基本上就是量在一邊 那說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為了解決就要透過自己 所以如果說效率低落的時候 像我們也知道公股行庫的行員的陳情 就是說現在的主管要要求他們充量 那這個時候這些業務員為了解決這個 核代率要提高的問題 就會去找這個自己 銀行受信比較好跟長期 比較好配合的這些企業商家去融資 這個有時候就為了充業機 就會變成打假球的狀況 那反而這個紓困雖然數字有起來 可是就沒有辦法落實到真正需要人的身上 這個是現在目前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本席建議針對各銀行的特性 規劃分級分流的制度 那行政院跟財政部還有經濟部可以來演你 依據產業類別 將融資案件分級分流 分成你們現在國家都可以分成 銷金組 法金組 各金組等類別 依據這個融資金額的大小 分配案件給各家有能力處理的銀行 進行評估紓困 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民眾及企業 找到錯誤的銀行 提升紓困的效率 那這個前提我們也建議經濟部很多次 要成立一個線上融資診斷平台 要做這個系統上簡單的一個信用平等 讓民眾或是企業 可以針對他適合的紓困方案 或適合紓困的這個銀行來去做 這個部分不曉得說 部長你這邊同不同意 這個部分我想委員的建議 我們會來參考 主要是跟還要經濟部金管會 還有央行跟這個 經濟部基本上已經同意了 那個省部長有一支在做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行政面有一個紓困平台 那個紓困平台這部分 也許我們可以反映上去看未來 那個紓困平台是資訊填上去 那再專程跟他們做回覆 不是不是不是 他整個 他整個就是接受了案件的一個 一個一個 最後的一個 對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的壓力都在銀行身上 那在銀行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不要造成這些行員 太大的壓力 在這個主管的 對的要求下不能把這個當作他們的KPI 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 最主要是因為他這個KPI 只有獎勵沒有那個懲處 就是說 講是這樣講的 我以前當過行員 這主管講一句話下來 我們壓力也很大 因為儘管會有制定這個 就是金融業銀行業這個獎勵措施 針對這個普惠金融的部分 就是說民營銀行 你們還是要求他們那個紓困專區 在網站上還是要做得比較明確 甚至你們應該可以道德勸說他們 民營銀行協助一些客戶 做主動的債務整合 因為可能有一個民眾 中小企業主 他可能本身有用信用貸款 或者是說信用卡循環利息 他也有企業貸款 應該是整合到 他利率比較低的這個貸款 這個我覺得是你們可以直接做的 這個我們可以反映到 那個銀行公會跟那個金管會這邊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整理一下 就是說將案件分級分流 分配給適合的銀行 然後現在最重要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希望你們可以建立一個 資金流向的查核機制 因為現在待放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這些企業到底有沒有落實 用在紓困 譬如說這些營運的成本 還是說企業的勞工的這些基本 符合他原本資金流向的用途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財政部 來建立一個資金流向的查核機制 我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像 就交通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本上都有一個機制 像交通部對航空業的那個他有一個 那經濟部這部分像 比如說營運周轉機裡面 對勞工的這個行動 因為這個貸放出去 我們現在 這個也是會有一個進度的控管 對 因為我們很擔心說這些資金 跑到投資市場去 然後紓困不到位 到時候就變好心做壞事 所以這個資金流向的查核機制 我認為還是要比較落實 包括說一開始的貸放 銀行這邊要就是要做一個控管的部分 這樣子我想會比較大 這個部分我們公股航庫可以來進一步來演 對 那民營航庫你們也是要去跟他們 對 那也要 也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起來配合 好 那這個就不是你們就各部會去協商 幫我們去追蹤一下 好 那再一分鐘我們請一下那個 內政部長徐國勇 徐部長上臺一下 內政部 請 內政部次長 次長你好 自從疫情開始 許多第一線的人員都站上崗位 為了民眾健康 都持續在奮鬥 目前居家檢疫人數統計到昨天 已經8233人 以台北市為例就佔了1911人 將近2000位 居家隔離 檢疫關懷的 村里長李幹事或其他的關懷人員 就高達1萬人 平均每個 關懷人數大概是10位以上 非常的辛苦 每天都很累 那你認為他們應不應該照顧 這是第一線的人員 那其實內政部在第一次 紓困特別預算的時候 就有編列3880萬元的 預算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居家檢疫者的 各項服務措施 但是 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居家檢疫服務措施的所需 經費的作業要點裡面 草案沒有公佈 導致這些錢都還遲遲 未撥下來給第一線的 防疫人員的關懷 現在追加的 新的預算 也過了好幾個月 其實進度非常廣漫 請問一下次長 現在這個部分的進度如何 追加檢疫的作業費用 第一階段 包括台北市站內 2800多萬 我們已經在昨天撥款了 已經在昨天撥款了 第二階段 剩下大概新北市 還有幾個少數的縣市 我們大概30號也會完成撥款 我想這個第一線的市區非常重要 而且他們在這個過年到 現在期間是非常的辛苦 這個今天的部分 我希望可以發放的越快越好 當然 在相關的進度上 一定要幫我們持續的追蹤 因為這些人才是最值得鼓舞 最需要支持的 好不好 他們是最辛苦的一群 好 謝謝